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舌头有齿痕,影响健康吗? 告诉你中西医对于舌头齿纹的看法 今天要来聊关于说舌头这件事情 你知道你的舌头,它是个隐藏的健康探测器 它能够反映出你身体内脏的一些健康情况 尤其是你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呢 你会刷牙之外,你也会刷个舌苔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顺便地留意一下 你舌头的形状刚睡醒,张嘴的时候 你的舌头的边缘是否有那个齿痕印记 如果有那个波浪状的齿痕印记的话 可能就要好好的注意一下你的健康咯 那今天呢,好好聊聊关于说中西医怎么样看舌头上面的齿痕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一样来分享一间冰店 是位于公馆商圈大名鼎鼎的太一牛奶大王 讲到这间店,你想说,还有需要介绍吗? 我必须说,我第一次吃 我之前就是大学的时候,自己常会混公馆 但是常经过,但从来没有一次去吃过 前一阵子就是六日的时候呢,我记得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 已经热到三十几度高温 那我说,哎,终于经过这间大名鼎鼎的太一牛奶大王 然后因为疫情爆发的关系,整间店没人 就是只有外带的客人,没有内忧 那我说好吧,那趁现在就是反正也没人 然后就很安全,我就去点了他的饼来吃 我点的是那个红豆奶酪 必须说,今天店的那个菜单真的是有够多样 就是你想象得到的,跟冰有关的 或是跟什么汤圆有关 他有卖酒酿汤圆 然后你就会想说,哇,真的是眼花缭乱 真的不知道从何下手 然后我就看到他的墙壁贴的,就是红豆奶酪 我说,看起来好像蛮厉害 因为他有什么草莓奶酪 那我说,我今天就不太想要吃草莓 觉得现在应该不是当即,就是点了红豆 吃下的结果,我只能说他红豆给的很够力 就他红豆满满满,然后有炼乳 然后上面有那个奶酪 那基本上价格也是,你不能说他便宜 他有80块,但是我觉得以他给的红豆分量 还算合情合理 加上他的名气 他的名气真的是很响亮 因为我之前其实就是学生时期 就一直听过这间店 但是那个时候就一直没有走到那边去 他算是离公馆商圈有一段距离 你要过个大马路,再靠近成品那里了 那当然附近的台大的学生一定有吃过 那我觉得这间店也是麦克怀旧情怀 毕竟他已经开业60年 他养育了多少当地附近的学生 不只是台大,那附近的那些高国中生 下课就会想要吃饼 还有多少情侣以前就爱去那边约会 所以这间店有很多人是去吃个 你知道怀旧情怀,吃自己的青春的 那很多人有看到那个Google的评价上面就写说 他们可能好几年前去吃过 好像历经20年 20年前吃过 然后再回去吃 觉得口味都是一样啊 没什么改变 那我本身又没吃过 所以我的评价是非常的直观 我一直说 你吃完的评价 我个人真的是很诚心的 就是对于台湾就是那种老字号的店家 不管是饼店还是餐厅 我真的都觉得说 他们的名气很响亮 其实单就品项来说 就是东西绝对是用料实在 不然不会红这么久 一定也是没拍假 但装潢 装潢这件事情 我觉得如果已经红了的老店 真的是事实的就是要 要花一些成本在装潢上面 因为同样的东西 你去看日本、韩国 他们那种就是百年老店 他们即便是什么外观啊 建筑物可能本体不会懂 可是他内部的装潢真的是会定期的去维修 或者做一些求新求变的小更洞 就是你要跟着上时代 因为他虽然这整间店真的是非常有历史风味 但是很多在谷口上面的评价都说 他有味道啊 或是整体环境啊 大家就会觉得影响这个美食的程度 你想象他这个东西 如果他的装潢是很漂亮 很值得打卡的 很就是你知道 很优美的文青风 那可能他的声音会好 但我不是说他一定要走文青或网美店的风格 而是说他的干净 整洁度可以再提升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我觉得他整间店的那个 那整个城市应该是维持 跟之前差不多 那他很有特色啦 就很像是我之前常讲的那句话 他时间就冻结在那个 当初开业的时光 但是我觉得就是要与时俱进 因为他现在很多韩国进来的那种宾店 都装潢超厉害 那他当然也是没拍价 那价格比这个还要更贵 但是你就看到Google评价 大家就会显然说这间店就是 有点偏贵 或者说他的环境怎么样 他的同样的价格对比 那种什么Ice Monster 或是那种就是国际连锁品牌来说 他算便宜耶 但是你看他的装潢就是 可惜在这里 不然以他的名气 真的是屌打很多国外进来的那种宾店 那就像爱之深则之切 不然我觉得他的品相 跟他的内容物是 真的是被拍价好吃的 那只是就是我觉得整体 用餐的环境 像我那天用餐 我也不会想要坐里面 就会会暗暗的 我就坐到他的门口外面的户外去 那就不就不会影响我的食欲 或各方面 而且连托盘跟那个碗 你都觉得那个影响有点历史的轨迹 可是这东西如果稍微做一些改正 就会让他的生意 或是让就是年轻的族群会更想去吃 虽然我本身对于干净整洁这件事情 没有到非常要求 但是我觉得 那个绝对会影响你吃东西的那感受 那也是我个人的心得 但很多人可能觉得 这就是怀疾 哇你懂什么 这就是那种 是青春的感觉 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太大的学生 所以对我来说 那是一个新的点加 只是说他名气很大 那当然我吃完之后 我评价是觉得还不错 如果你没吃过的话 经过是可以去体验一下 那大家网络上蛮推搭的汤圆 不管是酒酿汤圆 或是你吃冰上面 有一些汤圆的内容物 这样给大家都蛮推荐的 那就看你喜欢什么口味 可以去尝尝鲜 相关的资讯呢 我给他放到 其实你应该的限动24小时 之后会放到甜点的栏位去 大家可以按图索记去吃吃看哦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IG还没有follow 其实你应该的朋友们 现在在听了你 按个暂停 去帮我按个follow 按个赞 好吗 谢谢大家 那回到今天的主题 舌头有齿痕影响健康吗 我们现在分了两个阶段来讨论 首先是中医对于舌头留齿痕的见解是什么呢 他们就认为说 舌头其实有分到胖瘦之别 你相信我 你的舌头是肥的 还是那种很细长的 其实每个人的舌头会跟你的脸情有差 跟你的基因有关系 舌头较为肿胖的人呢 代表你得到皮须舌体增大 因而让你的舌头很容易就会长期 就会挤压在你的牙齿壁上 进到牙齿的内缘 因为你舌头变得比较肥大 就容易挤压到你的牙齿 随之而来的呢 你的舌头的边缘就会那种波浪的 牙齿的牙印痕迹 而正在中医的解释上面呢 有这种齿痕的人呢 你的身体就是属于那种气虚的体质 尤其在你的肠胃或是你的新陈代谢 通常就会表现得比较不好 而且可能同时间也会伴随着水肿的问题 你有这种舌的征兆的人 就他们俗称叫做舌相 你的舌相是这样的人的话呢 你体内的水分呢 就是可能对于 就是你要排除出来是有障碍的 就比较容易水肿 那加上因为皮须的状况 导致无法轻易的排除你体内的湿气 而让这些湿气在你的体内慢慢的累积 而且累积在你的舌头之上 你的舌体之上 因此你身体常常会感受到 就是很肿胀的感觉 连舌头都有舌头肥大的现象 那你的舌头就是你知道 转动的不是非常的灵活 就是你在讲话的时候 或是你有些人舌头是可以转180度 或是有些人更灵活 是可以凹个欧啊 或是凹个那莲花装 那你可能原本本就不行就算 只是说你舌头动起来可能你也不够灵活 有可能就会影响你的语言跟你的呼吸系统 真的是不可不慎 而且根据研究发现呢 舌头有齿痕的人呢 经常会伴随着疲倦异常 然后头晕头痛 然后比较容易身体就是想睡觉啊 犯困 如果你要改善你的脾虚湿气 这种的问题呢 建议就是很基本的 就是讲100次的 那种规律的运动啊 还有那个要适时的运动 就是为了让你大量的排汗 可以排除你体内的毒素也好啊 湿气也好啊 然后大家记得有充足的睡眠 最好是11点前睡 因为很多中医师都说 11点到1点这个过程是最好 就是你到可以排毒的一个时程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睡觉 如此一来呢 就可以让你的身体 获得更好的修复的状态 加速新陈代谢 找回你的健康 所以在中医的视角里面呢 觉得你的舌相 也是一个判断健康的依据 接下来第二个关系说 舌头流齿痕的西医间接 在现代西医的视角里面呢 会认为说大舌头 小嘴巴的现象 大舌头不是说讲话大舌头 而是说你的舌头就比较 天生比较肥大的人 然后嘴巴比较小的人呢 除了你天生的口腔的腔体 较小之外 什么是口腔腔体 就是你的嘴巴里面 那个牙齿的口腔腔体 是比较窄的 而这个状态呢 有可能就是随着年纪渐长 迈入中年之后呢 加上一些骨质 苏霜骨质流失的影响呢 让你的嘴巴腔体 变得更窄哦 导致你牙齿开始会受到更多的挤压 而且你的牙力就会变得不整 牙齿反而就会用到参差 就会在前后前后的挤压 导致你舌头的活动空间更为缩小 更让你的上呼吸道变窄 然后有时候睡觉的时候 就会出现打憨啊 睡不好的睡眠问题 所以这个有可能会是 因为你的天生口腔的腔体比较小 所以导致就是你要睡眠 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那第二个状况是呢 你睡醒之后 如果你发现你舌头上面 你舌头起来的时候就发现 牙齿怎么是颇浪肿的 有些齿痕的问题 而这会被称为叫做齿痕蛇 在西医的另外一个解释呢 他们就觉得说 这有可能是因为你有牙周病 你知道牙周病就会让你的牙龈萎缩 你的牙齿就会露出来比较多 而且露出来比较多 你的牙齿的内缘 那个呢 中间的缝缝就会变得比较明显 那因为你牙床萎缩 你的牙齿就更容易就会脱离原本的位置 你舌头就是挤压到牙齿的时候 那个牙痕就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当你发现你在刷牙的时候 你发现说 早上起来那个舌头上面的牙齿痕迹 越来越明显的时候 有可能第一件事情是 你还是去看牙医 了解一下你的牙龈护理的相关 是否健康 因为你可能就是有牙周病了 那另外一个方面是在饮食方面 你得要多留意 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避免一些油腻的食物 搭配老化良好的运动习惯 才能够有效地排除 你体内的湿气跟毒气 让你长保健康 而这是西医的观点 他们可能认为说 你的舌头上面如果有齿痕的话 可能第一件事情 首要之物 你是要去看一下 是否有牙周病 第二问题呢 一样是跟就你体内可能湿气比较重 再拉个一点 就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 他就是说 如果你舌头的位置 是长期去挤压 你的上排牙齿的时候呢 就一样会嘛 你挤压的时候就一样会吃 如果你舌头 长期就是习惯去顶着 把你的上排牙齿 顶在它的牙齿的后缘 然后往前顶的话 有很长久就会引起 就是牙龈 就是变成有点爆牙的状况 所以你在睡觉 或是你平常在就是生活中 你可能就要去调节一下你舌头的位置 不要让你是在自然的状况下 舌头一直去顶到你的牙齿 就是它的合理状况是 你的舌头位置是要顶着你的 就是整个口腔的上方 那是有漏的地方 而不是凸出去你的漏 去顶到你的牙齿 而你长期把舌头的那个位置 放在口腔的上方 就是你的上二处 那放折的时候呢 稍微有点用力 说不定还可以削一下双下巴 然后让你的牙齿 看起来那个侧脸看起来更好看 才不会变得有点爆牙的问题 乍听之下你会觉得 这也太荒唐了吧 最好是这样会有影响 我跟你说 之前真的很多医学的指出 就是你的呼吸 如果你是用鼻子呼吸的人 还是你是长期 就是可能鼻子过敏 用嘴巴呼吸的人 你的长久下来 你的那个牙齿上下 就是下巴也会往内缩 然后整个脸就会变稠 然后会变得不帅 所以这个也要注意 就是你的舌头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好啦 今天就分享了 就是关于说 舌头有齿痕 会影响你的健康吗 小心 就是你的舌头 默默的透露出你的健康 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好啦 关于今天的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 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可以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去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 我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你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cke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故事 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会去看哦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